这是功德性的问题 这位民众在上个星期搭台铁的时候 看到一位男子在火车上遛狗之外 还占了位置 带宠物打火车 其实必须要把狗放在像这样的袋子里 或者是装在这个宠物箱 但是上周就有民众呢 把狗带来搭火车之后 他自己坐了一个座位 但是没想到把狗放在旁边 这个位置占了一个位 搭火车见风时刻已经人挤人 但遇到离风时刻 即使火车上还有空位 有民众就被投诉 带了一只狗 不仅让狗在车厢上跑来跑去 竟然没人发现实在很夸张 应该要分开吧 对 因为就 可能有一些卫生的问题也会存在 如果说真的是有人站着或怎么样的话 然后造成这样的问题 那我就会沟通一下就好 就怕卫生问题影响到旅客出游心情 其实旅客携带猫或者狗和兔子等宠物 按照规定都应该装到长43公分 宽32公分 高31公分的宠物箱或者袋子内 而且不能有排泄物露出 甚至要放在座位底下 台队表示民众可能是在列车厂巡视时 用东西把狗遮住 才没有发现 但小心了 旅客如果没有把宠物撞到宠物箱 可依法加罚一倍票价 并且要求补票 甚至宠物可能还会被拒绝运载 中文新闻 林东明 红熟人 台北 采访不到 无论 写回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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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写回来